嗨各位!這是我! 再次!若文煌! 反正我覺得有點好笑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嗨各位!是完全變成我的政治標記了 所以有那種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即使不知道版主我在講什麼 都可以馬上指證啊!嗨各位又來了 決定了!從這之後他變成香菇版主我的政治標記 啊!anyway!今天在我開始之前 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叫若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叫做 放生積功德 這個東西啊!放生積功德 這個東西相信我 真的是一件只有在台灣才會常見到的事情 它不一定是台灣可能在亞洲也會蠻常見到的 可是我本人說在國外住這麼多年 真的很少很少看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做英文直播的時候 蠻擔心其實大部分的朋友們 聽英文的朋友們會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是我相信這些在跟我一樣在台灣長大的朋友們 就很有共感 你知道共鳴感 為什麼會有共鳴感? 因為這是一個我即使到今天還是不能了解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呵呵!這是什麼狀況的行為 好!今天開始介紹之前 我們大家知道嘛!亞洲人都知道 其實亞洲人 呃...生活環境 建立在一個很大的因果報應平台之下對不對 因爲因果報應 然後因為佛教常常在產陽要多做善事 你要多做善事積功德 你要積功德才會有福報嘛 然後因為我們可能 旅士做了太多的壞人 然後這輩子過得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一直一直一直很想要 有福報嘛 可是福報怎麼做呢 人家多做善事嘛 善事又不知道善事又歸類到什麼樣東西叫善事 所以很多人就習慣說這樣捐錢嘛 我捐錢是不是叫善事 不斷的捐錢 然後捐給宮廟、蓋宮廟 那這樣老天爺就會照顧我 因為我老天爺有看到我在捐錢嘛 所以他就會對我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或者是更常講的就是放生 我放生嘛 因為這些動物好可憐喔 你知道嗎 他被放在養殖場裡面這樣很可憐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大海裡面去嘛 今天真的 嗯 我這邊不是在 不是在你知道反抗宗教喔 版主我其實很贊同做善事喔 做善事有很多種方法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版主我可以慢慢教你沒有關係 可是算善事真的有很多方法 善事的標準在於 如果我有顆善心真的想做一點好事 而不要求回報的話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放在所有的善事的 善事的呃 category裡面 所以基本上 我不要求回報的好的行為 只是單純因為想要讓別人覺得比較好一點 想要可能此時此刻 我想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我要不要求回報 不要求回報啊 我只是單純想要做而已 那這個本身它就是列入善事 不管這善事多小多大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善事的話 版主我有很多時間可以告訴你 可是可是 今天 也不是在這邊說不要放生喔 不是喔 版主我其實很贊同你知道 靈魂自由 什麼叫靈魂自由 就是假設說今天有那種 你知道那種狗啊 貓狗被關起來 單純就是生小孩 生小孩要賣賣錢的這樣 那版主我也覺得蠻可憐的 要是能夠把它們放生 有沒有 不要過這樣子的日子 對不對 當然版主我也是完全支持 或者是像是馬戲團 你知道這些動物嗎 動物本來就是應該 自由的 可是卻一直被鞠鏈靠著 你知道不要說他們哪 什麼東西 我說過我們的東西套在 自然環境上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同樣的狀況嘛 小動物的東西套在人身上 要是不合理也不合理嘛 對不對 我們一直被關在籠子裡面 每天就在那邊生小孩 你覺得這合理嗎 這不合理嘛 所以不合理的東西 版主我支持它放生 放生嘛對不對 因為這不是屬於人權 連人權都不能接受的東西 請不要以為動物也可以接受 好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馬戲團的動物 老是被鞠鏈考驗扣子 然後老是被鞭打 鞭挨打的話 我建不建議放生?放生啊 為什麼 因為這不應該是屬於 這世界上任何一種生物 應該擁有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我贊不贊成?贊成嘛 對不對 可是唯有一種東西 版主我真的怎麼看 怎麼騷頭怎麼不能了解的原因就是 常常在宗教團裡面 很常有人覺得 要去買魚放生 去養殖場 覺得養殖場的魚很可憐 然後就買 買魚來放生 我今天講的不是一兩隻魚唷 一兩隻魚 版主我可以裝作沒看到 你知道 可以裝作沒看到 因為你知道嗎 人有私心嘛 今天 我殺生又不是只有你殺生 我自己也殺過生嘛 所以我不能批判你 可是 我今天不能理解的是 他們會花很多很多的錢 去養殖場買的魚 是那種大批大批的 像我弄幾卡車幾卡車 幾卡貨車的魚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決定 放到荒郊野外去 他們覺得說 把這樣子養殖場 生出來的魚 其實我覺得魚很可憐 我常常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變成 你知道沒事也會中槍的 中槍的人 可能是魚本身 比較便宜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anyway就是 常常會有人去養殖場 買卡車又卡車的魚 然後 會不顧當地居民的抗議 不管他們是不是 破壞當地的那個 生態環境 不管他們是破壞環保幹嘛 然後就覺得說 這些魚他們就是屬於自由的 這句話沒有錯 沒有錯 可是 呵呵呵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東西都有個平衡嘛 對不對 這麼大卡車的東西 這麼大卡車 大卡車然後這樣 放到 西邊 或者是放到 那些湖裡 或者放到海邊 然後就覺得說 他們從此就會自由 他們從此就這樣 有有有有 然後就很高興啊 我到大自然了 你們真的是Nemo看太多了 哈哈 然後就覺得他們活得很自由 對不對 其實你們沒有注意到 你們對 就像你說的 他真的破壞了自然規則 他破壞了自然規則 他不但破壞了自然規則 他其實 他其實最嚴重一點就是 你們所犯是完全不尊重這個靈魂的 假設背景環境或什麼東西 就強制的把自己的觀念 其實你現在發現 我們人類很常做這種事情 強制把自己覺得好的觀念 壓制在他們身上 並覺得說 只要我覺得好 你應該也就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可是欸我們不是魚耶 我們是人耶 我們懂什麼 我們懂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我覺得說 啊你就是屬於大自然 你今天就是屬於大自然 所以我把你放身 你應該高興才對啊 往往這樣子的結果 這樣子的行為造就 你們都知道 或者是平常報章雜誌也會看到 隔天魚就會猝死 今天為什麼會猝死 今天版主我告訴你 為什麼會猝死的原因 就想像嘛 想像你今天 今天版主我個人覺得 可能我突然就覺得說 欸我覺得 加拿大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你知道嗎 就我覺得加拿大有山有水 空氣又好 又新鮮 然後大家運動超健康的 你知道這個地方超適合人住的 然後啊我就決定 今天假設我很有錢 假設我已經你知道 富可敵國不管幹嘛 我可以買下一整個城 一整個國家的人好了 然後我就決定去台灣 然後用花我的錢 然後把所有的台灣人這樣買起來 你知道嗎 然後就丟在 丟在加拿大 然後我也不管喔 我也不管你講什麼語言 我也不管你習慣什麼 我也不管你在那邊活多久 我也不管幹嘛 我就覺得說 啊我把你送到這邊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你還在不高興什麼 你還在不高興什麼 你在水土不服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 啊不行那邊太冷 因為他媽的真的 溫哥華有點冷 呵呵加拿大都很冷 我也不管你的身體 可不可以適應 我也不敢幹嘛 然後就丟過來 就期望你會從此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其實我們在 這個放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執行的就是這樣子 單獨以我們自己的個人偏見 為了得到我們個人的利益 而去強制的 把我們自己覺得好的東西 壓在別人身上 並覺得說 他們就是應該高高興興的接受 其實你們在做的行為 是這樣的行為 它是不是一種放生 讓靈魂獲到解脫的自由 其實不是 它是一種強制的把你的觀念 壓制在另外一顆靈魂身上 並要求他們必須要感激你 並要求我因為需要這樣子的行動 而得到回報的自由 所以它啟動了什麼因果 相信我 不是一個很好的因果 你知道嗎 我今天 呵呵呵 今天真的啦 這個東西只有在亞洲比較常看到 或是台灣常看到 我不知道是因為 佛教長多年來 這樣子一直做善事 然後人家對善事 沒有一個很好的註解 或者是 人家對放生這個觀念 沒有一個很好的註解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子的行為 我今天不是說放生是錯的 因為當然每一個人都是有 渴望自由的嘛 每一個人都是有渴望 你知道大自然環境都是好的 可是我們正常的常理來講 我們今天以正常的常理來講 我今天不可能去領養一個小孩子 領養一個可能從小被人家虐待的小孩子 領養之後我就期望他 從此在我家就會幸福快樂生活嘛 我們正常人都知道嘛 不可能嘛 我今天也不可能去 去什麼 SPCA領養一個狗 他可能從小變成家 呃家包幹嘛 然後懂得會咬人 然後領養回來之後 我就期望他高高興興的生活嘛 不是嘛對不對 一般情況下 如果我今天在說 為什麼這養殖場 到 到 嗯 自然環境裡面 這個中間 它是不合理的原因在於 這養殖場它從以前就是 它卵就是在那邊生的 它魚就是在那邊長大的 它從小什麼都不知道 這就是我的生活環境 我的生活環境就是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是不是表示他不喜歡大耶 不是 而是我的生活環境 我知道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這樣活 今天你要把這樣子 活在這個小空間 這個擁擠的空間裡面的 生物 還原到大自然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我們正常都知道 你需要 漸進式的introduce 漸進式introduce 就是 今天假設我領養到一隻狗 這隻狗它可能背後我虐待 我在拿到家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他說 啊我就是要摸它 我就是要抱它 不可能我一定是 確定我跟它之間建立一種 它可以信任我 我可以信任它 然後慢慢它才會愛我 那種感覺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當我要把一個動物 長期關在動物 籠子裡面的動物 要把它放生的時候 是不是放出去它就高興了 不會 它一定會很害怕 它一定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的日子 就只有在籠子裡面 然後現在我出去的時候 我會頓時對我的人生 開始感到很害怕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把你丟到一個人生 地不熟的地方 我把你一個人 假設語言不通 然後丟到德國的時候 你會不會慌張會嗎 因為你語言不通 你也不知道跟誰講話 你也不知道要幹嘛 會不對?會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麼做 最好的方法其實是 循序漸進的做 也就是我可能一開始 你習慣在肉籠子裡面 那今天為了我 我已經知道我遲早 把你放到很大的海域裡面去嘛 那我最好的方法就是 慢慢的擴張你的海域 就是如果你是一隻小魚 你習慣在這個小小的水缸裡面游好了 我今天知道我要放生你 最好的方法是 我慢慢加大你的寬度 然後到你寬度 你已經習慣開始習慣 這樣子的範圍時候 我再把你放到野生環境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比較有適應能力 對不對?可是大部分 為了放生激功的人沒有這個時間嘛 他沒有這個叫做美國時間 他沒有美國時間做這樣的時候 他當然就去買 買了就直接放嘛 放了你就應該高興嘛 其實沒有 他忘記說其實 不只我們人類有文化衝擊 其實在任何的靈魂上面 也是有文化衝擊的 不要講動物啦 今天植物也一樣 植物從這個東西 這個盆 頓時一到這個盆 你沒有給他加施肥 沒有幹嘛的話 他是不是也很快就會哭掉 同樣的意思嘛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是 版主我是不是不贊成放生 不是,版主我其實很贊成放生 因為我相信所有的生命 都適合自由的活動 可是我不贊成這種 從一種 嗯... 從一種 嗯... 完全不一樣的環境 完全不一樣 從那個環境馬上即刻 因為我相信你們不是 欸 咱們先買兩卡車的魚 然後先放在這個魚缸 你知道 這個浴池讓他游個幾天 游個習慣了 然後我們再換個浴池 不是嘛 我相信沒那個時間嘛 你是買了就直接丟在那邊去嘛 請去考量他們 這些生命 這些靈魂們 其實也是會有文化衝擊的 他們這麼脆弱 這麼瘦小 可能會受 受不了那樣的刺激 然後當場猝死 你知道嗎 所以一開始你要做的 呃...放生積功德的行為 在這個當下可能就變成殺生 殺生又積業力 你知道嗎 所以 版主我 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單純只是 放生想要積功德的話 你可以不要這麼做 版主我今天給你 alternative alternative就是另外一個選項 可以有效執行的選項 什麼叫有效執行選項一樣 就是 這世界上 還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可以等著被放生 很多 除了魚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 生命等著被放生 今天你與其要花那個錢 去...去養殖場買魚 你知道 把牠們脫離牠的habitat natural 牠的habitat 然後放到自然裡面去 其實 版主我今天給你建議是 你可以把錢省下來 因為這個世界上 還有很多被困在籠子裡面 繼續在生產的小動物們 你知道 不見光不見日的小動物們 等著被你救援 牠還有很多 到現在還綁著腳鏈 在做馬戲團的人 等著被你救援 牠如果你不想要救動物也沒有關係 這世界上還有很多 你知道 在戰亂地區的難民們 其實也蠻可以用到這些錢的 當然你說人我沒有興趣 動物也沒有興趣 不要想...沒有關係 這世界上還有植物 這個...這個植物 我們的植物正在破滅當中 你們也知道嘛 其實我們還可以救援很多植物 因為相信我 如果你知道我的立場的話 這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有靈魂 什麼東西都有生命 你要放生的局.. 你要放生的方式有很多種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 最有效的放生方式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 等著被你放生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耐心可以慢慢地 把他們introduce 就是慢慢地介紹他們到 你認為他們適合的自然平台的話 要是你沒有那個耐心的話 要是你今天就是想要積功德 我就是要花這個錢 我就是明天就要功德積到 你知道嗎 版主我還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這世界上很多善心人士嘛 你知道很多時間比我們多一點 很多比我們還要更愛動物一點的人 你知道嗎 比我們還要更愛人權一點的 比我們還要更愛自然環境一點的人 這讓很多人很願意24小時 投注他們的耐心 慢慢地把這些生命 introduce 介紹到大自然裡面 那麼我們就把這些錢 真的給他們用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知道該怎麼用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用嘛 呵呵 我們顯然不知道嘛 因為不知道之後 錢砸下去買了魚放下去之後 才會殺生嘛 魚才會死嘛 因為我們如果知道該怎麼用的話 魚就會很高興活著嘛 那顯然沒有活著嘛 那因為我們又不想知道借業力嘛 相信我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積業力 好嗎 所以這樣子 買魚放生這種事情 咱們省下來不要做 你知道 因為它積的不是功德 它積的是業力 好嗎 所以既然積的是業力的話 那這些錢怎麼辦 我還是想積功德啊 我還是想做啊 該怎麼辦 沒關係 這世界上有很多人知道該怎麼做 很多人 很多人權組織 動物組織 環境組織 知道如何慢慢的 把這些受困的動物 受困的植物或什麼東西 把它慢慢的介紹到大自然裡面 你知道嗎 那麼我們就把這些錢給他們用 給他們用 他們會好好的運用 那麼之後功德給誰 功德還是會回向到我們身上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只積了功德 我們同時維護了 這一個我們共同一起擁有的環境嘛 Anyway堅持是 哈哈哈哈 你種植物不小心種到掛掉 這不算你啊 凡植物也常常種到掛掉 所以我不能講你 我會很乖的把他們的屍體 你知道變成肥料 再回復到大自然裡面 哈哈 不過Anyway 只是給大家一個意見啦 我覺得這種東西 放生機攻的這種東西 真的是只有在台灣 台灣嗎 在亞洲啦 比較會常見到的 那我覺得 他之所以會比較常見到的原因是 出自於人們對於放生 有了錯誤的註解 你知道嗎 他們只考慮當下的行為 卻沒有去思考到他們行為 之後所產生的後果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藉由這個直播 讓大家對於這個迷失 這個迷失真的可以稍微有點破解 當你覺得什麼是好的 記得你不是那一個動物本身 你不是他們本身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是好的 即便你知道什麼是好的 記得從A點到Z點之間 還有24個字母嘛 循序漸進的方法 永遠是最適合的 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話 只要把你套用在自己身上 套用在自己身上就知道了 如果我把你丟到一個完全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你連語言都不會講的話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 可是 如果我有循序漸進的 嗯 準備 就是把你準備好的話 你是不是也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很多時候真的 我覺得將心比心 你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在做的東西 到底會得到什麼樣的業力 好嗎 所以anyway 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網站 RUWN.CA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